洗楼梯报纠纷,独家。林薇薇遭店员三字经辱骂。报警向7-11求偿。 新增7-11总公司回应,近年靠开化室为生的林薇薇,本名现一起,出面控诉遭拥和月华夜市的7-11超商门市女店员恐吓。 25日当晚林薇薇因为弄脏三楼化室楼梯,二楼的美甲店老板用水冲洗楼梯,不料水渗进一楼的7-11超商仓库,导致超商礼盒被弄湿。 林薇薇随后拿拖把下楼清理并道歉,遭超商女店员用三字经辱骂,林薇薇气说,这楼梯是超商当初来租时改的装潢,他们自己防水措施没做好,态度还如此嚣张。 当晚他报警处理,并委托律师对该店员提告公然侮辱和妨碍名誉罪,也会向超商求偿。 林薇薇描述事发过程,我的话是在三楼,当天二楼美甲店第一次洗楼梯,因为一楼超商当初来租时改过楼梯,结果一洗,超商的人就上来说仓库淹水了,我带住拖把下去从店外拖到店内,后来我进超商仓库看他们的损失情形,也跟他们道歉。 没想到在场女店员却突然枪她干嘛挡我的门啊,接住还一脚踩上拖把并大叫还拖到我的脚,让林薇薇当场傻眼,顿时火大,明明就是她来踩我拖把,当时还有监视器,她还敢乱讲。 林薇薇薇 不要料人来打我的样子。 一旁的店长见状也没立刻制止。 之后林薇薇薇回去楼上换衣服在下一楼后,竟又被聚集在超商门口的女店员和其他男性友人们叫嚣,他们凶我说我怎么还敢下来?叫我滚回去,我当下就立刻报警。 林薇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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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人身安全很危险 他认为超商对员工的品的教育有很大问题 更不满超商事后还要求他赔偿礼合约2万元损失 事后他向7-11总公司投诉 要求女店员道歉 也希望总公司态换女店员得到的回应却只有官方道歉 而且我这几天下去超商看到店员都还在 他们的解释是要给时间找人 感觉就是推托之词 我感受不出诚意 林薇薇表示当初超商先租一楼 之后她和朋友租下二三楼和四楼共45平 她个人月租约3万元 结果超商改过楼梯格局后就一直有漏水问题 大楼房东找了好几次水电工 超商也有找 为了让超商生意好做 每假店都不敢用水冲地板 只能用拖把钱拖 她认为大家都是邻居 做生意本来就该合起生财 没想到现在却因洗楼梯发生纠纷 她表示双方有和解空间 但希望西至十一可以释出诚意 他们一直说人手不够 叫我给他们时间找人地步女店员的缺 那我受到这么大的侮辱 谁来体谅我 她也没想过要因此搬家 我之前已搬过五次 而且我很喜欢这里 何况这件事又不是我的错 我想要在这里一直安居乐业下去 对此记者求证7至11总公司公关则回应 已请工程部门检查确认是否门市疏忽漏水问题 当时第一时间店长也有协助店员处理和客人的纠纷 但据我们了解客人当天态度也没有很友善 双方口气都不是很好 所以应该不至于要做出太患女店员的动作 7至11总公司金补充回应苹果表示 据了解由于住三楼的灵性顾客在二楼解楼梯导致水流入门市仓库 许多礼和商品受损 而灵性顾客主动到门市仓库协助清理 虽门市网泄其帮忙 但他仍坚持要协助 后来在仓库清理过程中因细故引起灵性顾客跟门市女PT 计时店员争执 而门市从未去改变过大楼楼梯结构 义无要求灵性顾客需赔偿礼和损失 针对灵性顾客诸多对该门市及PT人员不实指控 本公司感到遗憾 将站在捍卫第一线服务人员工作尊严的立场下 协助门市及伙伴处理后续相关事宜 蔡维新台北报道 九国妈妈桑转生画画老师姓宁 林薇薇 本名谢一琦 年龄 43岁 1974年7月24日 身材 164公分76公斤42F 32 38 学历 台艺大美术系研究所在职装班毕业 经历 初到19年 曾为通告艺人 17岁 在大富豪酒店当公主 21岁 当选世界中国小姐第6名 曾在林森北路酒店当业绩干部 由九国妈妈桑之称 酒店经历20年 2010年转行开设一期绘画教室 收入 酒店最高月收入60万元 现交化化月入6万元 争议 买中解名 8分之2006自爆11年前花120万元台币买到中解第6名 仲介卖淫 4分之20010被爆仲介女模卖淫 林薇薇坦承仲介二线女星陪吃饭 但否认仲介卖淫 交化纠分 11分之2016传音 画室经营不善 要学生家长欲买6万元课程并借2万元帮画室渡过难关 林薇薇 林薇薇日前因清洗楼梯与一楼的超商店员发生纠纷 无意欺资 林薇薇 在律师陪同下出面接受苹果专访 无意欺赦 林薇薇的话室就在7-11超商楼上 无意欺赦 林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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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托律师向7-11超商女店员提告公然侮辱及防爱名誉也会对超商提出连带求偿 无意欺赦 林薇薇是后出示报警的三连单 林薇薇提供